减少汽车排气污染 新竹线有越来越多人选择开电动车 一共有2239辆 是非六都第一 但是全线的充电桩数量少 只有28枪 在中央的补助下 将会发费6000多万 增建220枪 优先要设在了竹北新浦等 商业活络和交通的节点 便民充电 环保意识抬头 越来越多人开电动车 便利充电需求 新竹线争取前瞻绿能建设 要建置220枪公共充电桩 我们新竹线的电动车辆 以六月底登地为止 我们是非六都里面的第一名 数量高达2239辆 这是最多的 因此我们为了推动这种电动车 也就是节能减碳 所以我们获得中央的支持 给予我们6000多万的经费 我们总共要新建220枪的充电桩 全线电能车登技数达到2239辆 是非六都第一 但现有公共充电桩只有28枪 面对电动车普及化趋势 新竹线或交通部核定补助6522万 将增建220枪 包含186枪慢冲与34枪快冲 要优先设在竹北 新浦 宝山等商业活络 观光油气和交通运输节点 其实设置地点的一个选择 我们也依照中央的一个规定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人口聚集的商业区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观光区域 因为它也是人口汇集的一个地方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交通的运输场站 另外整个执行的层面 我们也在努力改办相关的一个行政程序 我们希望在今年的下半年 就能够顺利来这个绝标来施工 全台电动车市占率突破3% 县府持续建置充电桩 完善电力基础建设 预计明年底前完成 让环境永续 民众充电开车更便利